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是东运会的官方电竞伙伴 电竞产业其实就是在东南亚的那个增长是非常迅速的 然后所以我们想要吸引这些喜欢电竞的年轻族群 那些尤其是Y世代的人 然后就是要来观看东运会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执行长陈明亮 还有那个东南亚运动会的那个举办单位的主席 Ellen Cayetano 然后他就是经过商讨后就把电竞列入为一个运动项目 19岁的安哲明是其中最年轻的电竞选手 拿手项目是单人卡牌游戏 如实传说Half Storm 然而当他在四年前玩这个游戏时 根本没想到有一天会代表新加坡 争夺东运会奖牌 实际已经应该到了吧 因为在东南亚这个电竞差不多已经在发展很久了 还有已经受很多人的欢迎 在东南南亚 我们新加坡选手的排名是蛮好的 所以去到那边 觉得真的有把握 他们拿回奖牌 其实哲明还在理工学院读书 目前在实习 他因此得争取时间练习 他每天晚上 也会花至少四个小时密集训练 其实有很多贝德国家的电竞选手 他们是全职嘛 所以他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 在游戏上面 而他是因为需要实习读书 所以他就尽量可能在多余的时间 来去比如说学习新的策略 学习更多的不同的方式去玩这个游戏 所以他的现在的进展是不错的 基本上这个东运会 我们没有做任何的特别准备 多数是要调整他的心态 为了进一步提高游戏水平 东运会的电竞伙伴雷蛇 也为选手们举办训练营 新加坡电子竞技和网络游戏协会 也运用体育科学的训练法 来让我国选手达到最佳水平 包括控制饮食 调整睡眠和提升心理素质 我们在两年前做了一个实验 就是那时候有一个国际的比赛 又找了就是体育界的朋友 说我们有个新加坡战队 进了这个全球的那个比赛 然后他们经过了这个准备过后 他们就变成了全球第四 所以那个效果非常好 所以我们就发现到 其实有很多这些运动的科学 其实可以用在电竞方面 带领电竞选手出征东运会的 新加坡电竞协会 看行我国选手能够夺标 有时候要看运气 有时候要看他们的那个环境 适合他们不适合他们 因为如果是环境适合 他们是没什么其他的 额外的压力的话 表现方面希望是会好 我是希望能拿到一到三个的奖牌 不管是什么颜色 能拿到三个应该是算不错了 哲明的经理人思涵则认为 不论成绩怎么样 哲明在这一行的潜力还是很大的 我觉得他的路还很长 因为他很年轻 而且新加坡也慢慢在发展电竞这块 所以说未来会有很多不同的游戏 很多不同的行业 有很多不同的发展 所以如果他坚持努力在这块 我觉得他是非常非常有潜质 在电竞打出一个名堂 我觉得这行业最主要就是 机会真的要把握 人只活一次 如果你不做自己喜欢做的东西 其实活得再有钱可能也没什么意思 我真的希望在新加坡的游戏中 会发展到新加坡 因为我认为这里有很多可能性 我希望在新加坡的游戏中 会是到达到什么 每个球员都会赢 基本上是一个球员 斗智 斗快 斗耐力 要靠游戏感和键盘过火并不容易 兴趣未必不能当饭吃 但在电子竞技这个新兴产业 要看准时机才能胜出 前线追踪 欢迎您针对任何课题 发表意见和看法 以及提供节目素材和线索 让我们为您追踪报道 您也可以到全新的网站 八世界重温节目和观看更多视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